圆芸小花家爱妈肯定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种这个蔬菜你一整个冬天都可以尝到它新鲜的好滋味 它是冷凉型的作物 主要就是偏好在生长在这种凉爽舒适的环境里头 几乎呢在冬季一直到初春呢 这样子凉凉的季节呢 它的产量就会非常的丰富呢 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采收 而且它的营养很丰富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 如何种植这样子的叶窝聚 也就是所谓的田罗曼窝聚 从这个罗曼苗开始种植 一颗一颗的植入这个盆土里头 其实这个盆土呢 我之前已经做过堆肥 所以它的底肥是很丰富的 而且这个整个盆土是比较疏松的 所以你的浇水都会很透气 你看那个水分马上吸收进去 然后这样子的种植呢 它就会非常快速的成长 这个罗曼呢就是属于蜗具类的 所以它很少有病虫害 而且它可以生吃是甜脆的 也可以做凉拌沙拉 然后烤肉包肉都是它一个好搭档 当然也可以拿来煮面 甚至煮火锅 都是非常鲜脆可口的 那这样子的蜗具呢 我们可以采外叶 像我从小苗开始种呢 一直到这个大概20天就已经采收过一批 这是我采收第二次 也就是来到了32天的时候 我在这一次再采收 我有做记录来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一次一次的采收外叶 然后我几乎两三天呢 会喷一次酵素 所以它就是底肥足了 土松了 阳光足了 然后喷的这个酵素呢 它就可以自然成长 这两天天气又冷凉起来 所以它又开始爆发了 所以你只要用一点心呢 你就可以经常吃到自己种的 有机的新鲜蔬菜啊 它的营养啊非常丰富啊 包括维生素A啊 然后B群啊 包括B1B2啊 烟碱酸B6啊都很丰富啊 还有矿物质呢 也是丰富的啊 它并且含有β胡萝卜素啊 维生素C啊E啊 水溶性膳食纤维 所以呢你可以吃得到哦 如果要生吃的话 就可以避免流失掉 维生素C啊 然后加油去翻炒 就可以提高胡萝卜素的吸收啊 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 平常可以多吃的 健康的养生保健的这种蔬菜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请订阅按赞并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